今天凌晨约三点多 四名蒙面刀匪闯入雪州布特拉高原一间霸击市场 同时以把冷刀制服了三名保安人员 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其中三名匪徒就转向提款机下手 想要拆除提款机的警报器 至了解三名匪徒一共破坏了四台提款机 但最后不慎触动警铃空手逃走 目前警方还在追查嫌犯的下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